哈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九寻股频道 这是一个主要帮助投资人从基本面筹码面分析 由台股热门排行中选出自己好球带股票标的的频道 大盘的加权贵买指数 先来看,在上周5月19号周四的时候 可以看到,台股是开低走低的状况 而贵买的部分则是开低收平的一个情况 加权指数最低有到16000点之下的15800点 三大法人买卖超则是都是卖超,将近200亿 在隔日5月20号的时候是开高走高的状况 分别是加了124点以及加了0.28% 三大法人则是有买超 不过看得到我们上跪,三大法人则是卖超12亿 在今日5月23号台股是开高走低收平 而贵买则是开高收低 三大法人买的力度没有这么大 看一下上周是5月19号加权指数 它有一个下降的趋势线还蛮明显的 这个红色的线是月线 周在16000点差点破16000点 可以看得很明显,其实它就是一个跳空缺口 它属于倒撞的反转 而今日5月23号它有往上供的状况 不过这个下降趋势线其实没有突破 收在16156点 我们要突破的话,要大于16172点 把这个缺口补起来 才可以有往上供的一个现象 甚至我们要上月线16245点 看一下我们收盘后台股的净值比 目前维持在2.01倍 今日5月24号 道琼以及相关美股的股票都是收高 今日我们主要还是看一下全股市扫描 我们以6个条件做一个筛选 哪一些基本面或是获利面会比较好的 我们主要从成交量、殖利率 跟净利的增减、净值比 本益比以及近年RAH来做一个筛选 我们筛出了这10单股票 分别是利肯、中华、南亚科、冠德、红锦、绿玉 建昌、黄鼎、齐邦跟玉果 看得出来我们黄色的部分 则是还原股价是有一个持续往上的趋势 我们由累月的营收、经历的增减 相关的数值的第一名 我们把它框选出来 得到了有4支表现还算不错的 我们来做一个分享 看得到我们还原的月线图 南亚科、绿玉、红锦跟黄鼎 我们看起来在还原月线图 这四檔股票呢 在三年线、十年线的状况 都是黄步往上的股价地增的趋势 看起来都不错 而在本益比PER的河流图 我们把时间拉远 可以看到 南亚科呢 是9年左右的时间 红锦比较久 这家公司有比较多的一个资料 它将近是15、16年 而绿玉的部分则是11年左右 黄鼎呢则也是9年 所以这个红锦的线形看起来 比较小一点这个河流图 把时间往前拉之后 这个趋势 这个河流图看起来 没有这么的好看 在河流图的绿色之上呢 也就是跟它自己的收益来比较的话 它显得就比较 没有那么好 不过呢 如果像是我们绿玉 或是我们黄鼎、红锦的部分 虽然它是在我们本益比河流图 这个彩虹图 现行之下 不代表它 真的不代表它变得比较好 它只是有一个突发性的收益 我们这个斜度 越斜的 代表说 它其实没有这么的稳定 有时候赚钱 一下子可能就 变得比较没有这么赚钱 所以它的斜率会往往 往往就是一下子 短时间之内就会 歸零 各位数 一下子又飙上去 这个状况如果 这个线形是可以 恍恍的持续 不间断的往上 那种线形其实就是比较好的 我们继续看 本镜比PBR的河流图 像 绿域 这种黄黄的 向上的河流图 其实就是比较好看的 红颈跟黄鼎也是一样 都是黄黄的向上 南雅科则是在2012年的时候 它自己的一个价值 没有 往上持续的增加 不过后面就突然 它就好像有爆发的一个状况 长期看起来 其实都是比自己的价值 有往往往的一个趋势 看起来都是蛮不错的 说明一下我们绿色的部分 一样在本镜比大约1.5倍 或是各自的1.1倍 0.7倍 目前股价都是坐在绿色之下 离绿色的线 越远的可能就代表它目前的价值 是比较有被呈现的 我们看得到像我们红颈 它是甚至在紫色的1.5倍之下 在2008年股灾的时候 那这时候其实 是不是就可以把它看作一个 比较是有一个价值的情形 然后做一个进场的动作 同样的这一只红颈 在1998年的时候 它其实到四十几块 它突破天际再天际 其实这个时候进场其实就是 很明显的在山峰上 那是不是要进场就是看自己 当时候自己的判断 这一只股票是不是还有 继续往上喷发的一个迹象 或是一些消息 而黄鼎呢 在2008年股灾之前 其实有被拉高到很高 那这个呢 都是我们进场的时候 我们自己都要再注意的 在股灾的时候 它有跌到紫色线 0.5倍的一个本径比 如果这时候进场 然后搭配着自己的心里面 是坚强健全的 我们续报的话 可能这个报酬率 其实都算是还不错的 我们看基本面呢 可以发现 基本面越好的 其实 越不像是那种爆发股 它都是今年累月 慢慢累积它自己的进址 或是它自己的收益 才可以呈现出一个 还原越线图慢慢趋势向上的情形 我们针对了南亚科 红井绿跟黄鼎 今天看完之后呢 后面就是上周有一些 法人散户的对坐表 土阳法人的一些对坐表 可以看得到 其实中华店 感觉法人其实对它 有陆续买进 而华邦店的部分一样 虽然今日华邦店呢 投信是卖超的 不过上个礼拜 则是我们散户是卖超的动作 而华航的部分也是 好像最近 外资有持续做买入的动作 下一次我们 就日本排行中 选个基本面 从码面来做一个好球带的检释外呢 小九还是希望在近期 很明显的 因为股市的状况不好 甚至它是在一个下降趋势线之下的股价 那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 还有逆势上涨的股票母 小九想做一个检释 而有一些自己小九 小九手上有的股票也要做一个个股的观察 对中华店这一档股票呢 小九就想要看一下 最近其实 它有短暂的喷发 然后有跌下来 那我们就做它的基本面的一个观察 在股市中有很多的资讯 有一些老师的市场股呢 小九也想做一个观看 然后与各位分享 小九的一些心得 那影片 差不多就到这里要结束了 希望这个影片你会喜欢 如果影片对你有帮助 还请你帮忙订阅 点赞 开启小铃铛 小九很需要你的订阅哦 也欢迎各位朋友 持续追踪小九频道 如果你有朋友 还不知道小九频道的话 也请帮忙分享 感谢你的收看 祝大家投资顺利 平安健康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谢谢